境界法师 应该有个心得 偶艺大师在正宗分强调 有三立不可思议 自信公德力 名号公德力 本愿公德力 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 名号公德力 名号公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三根土被 上至文书普贤 下至忤逆十恶众生 都能获得利益 名号公德是不可思议的 善导大师也提出一个相同观念 净土的信心 要建立真实的信心 什么是真实信心 善导大师提出两个差别 自立信心与他立信心 有些人对于往生净土的信心 是建立在自立上 你问他 你为什么能够往生 他说 因为我把佛号 念到绵绵秘秘 念到一心不乱 三昧 以正念的力量来保证 而这样的信心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灵命中的时候 你的心是生灭的 是有变化的 你的信心若是建立在念力的基础之上 那么当你的念力破坏了 你的信心也就破坏了 另外一个是他立信心 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他立上 你之所以能够往生 是由于名号的功德 对我的就拔 灵命中的时候 你的心再怎么散乱也没关系 你的心散乱 佛可不散乱 名号功德可不散乱 这时候灵命中的信心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在因地栽培的信心 是建立在名号功德 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偶艺大师也提出他很高的见地 他说 往生与否在于信愿之有无 他并没有说往生与否在于念力之有无 关键在这里 信愿是不可破坏的 因为信愿是你平常学习经论 所生起的抉择 跟你的散乱不散乱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 你之能够往生 必须建立在信愿 建立在他立的加持上 如果你的信心 是建立在自己的羞耻上 你这个信心是非常的危险 灵命中的时候 你的心散乱 你会害怕 这一害怕 你就不能往生 为什么不能往生 因为你的信愿被破坏掉了 所以你平常就要检讨一下 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念力 还是建立在他力 一个是自力 一个是他力 如果你建立在自力 我劝你要调整一下 因为你的信心 在这地方是很危险的 你的信心要建立在他力 让他利骨 偶一大师在这部经 经常讲到这个观念 让他利骨 这句话 我们不要随便地 把它读过去 偶一大师很慈悲 他一再强调净土的关键 让他利骨 那么他力是怎么来的呢 他力是名号 什么是他力 什么是佛的功德力 就是这一句万的鸿鸣 无量光无量寿 总持佛所有的功德 所以你一定要建立在 他力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不可破坏 是真实的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